鹿水曲 唐代李白 鹿水明秋月 南湖彩白平 荷花椒玉雨 仇杀荡州人 清澈的湖水在秋夜的月亮下发着光 我来到洞庭湖畔彩白平 荷花的姿态娇媚 好像有话要对我说 这可愁坏了谣传的人 荡州人在这首诗中 指的是思念丈夫的女子 出自史记齐太公世家 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舟中 这个故事呢也很有意思 有一次啊 这齐桓公和蔡夫人一起泛舟 夫人会游泳 这齐桓公不会 见水就害怕 蔡夫人跟齐桓公开玩笑 把船左晃右晃 晃得齐桓公直晕 连忙让她别晃了 可这蔡夫人不听 继续晃着 等小船靠了岸 齐桓公一怒之下 就把这个不懂事的蔡夫人 哄回了娘家 露水曲 荷花交易与仇杀荡周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